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伦,就在这里 这里? 超市来的 没错 今天我们就在超市这里 实现牛排自由 告诉你 我们还要在户外 用柴火去煮牛排 游户外? 一戳掉了 没有 可惨 你那些叫做荒野求生 我们这些叫做精致露营 好大 好大 好舒服 舒服 看到都舒服 四面环山 是啊 喂 準備什麼了 什麼 四面环山 又是精緻露營 搬屋吧 我們又唱歌 你以為他喇叭 這是和電源 你真是 真的很像 出來搬屋 這樣 哪個地方 這就是露營 快點 快點 3 2 1 啊 怎樣 好像涼涼的 你沒事 沒事 這隻手沒事 我只是當他不在 放在那邊 不要嚇到觀眾 這隻手繼續 好像很像 很簡單 這隻手 就這樣捐 這樣 拆的時候 1元 這裡就可以 3分1 3分1 左右 那你就 在這個角度 你看到現在 這個角度盡量 好 還有這條繩 盡量和這個 水直 就是和這個角度 差不多 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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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怎麼樣 舒服嗎 現在很舒服 有風吹 是 那我們是不是時候 吃牛扒 哈哈哈哈 牛扒是晚上的 柴火來烤 你現在肚子餓 有辦法 大了 哈哈哈哈 待會兒放兩條蠟腸 很簡單 開這個開關 現在它是75% 然後在旁邊再按一下 就可以了 現在電量顯示75% 我們待會兒煮完這鍋 沒有東西之後 它會用多少 其實我們出來露營 並不是每個營地 都會有些電位給你的 可能有些有 我們現在這個就沒有了 但我們又要出來拍攝 想了相機又要充電 無人機又要充電 沒有手機 都要用電的話 所以有一塊移動電源 大型的移動電源 會令到我們今次的工作 也好 我們今次的露營體驗也好 會增強這方面的樂趣 電飯煲已經煮完了 煮了大概三十多分鐘左右 剛才是75% 都用了現在59% 都用了16%左右的電 這是兩飯牙 還可以煮 煮多幾次就可以了 這條大條的給你阿倫 這條大條的給你阿倫 這條蠟腸多甜 通常出來戶外 可能有不少人的選擇 就是用柴火或者用煤氣 但如果要煮飯 或者煮食材的話 對於身手來說 不太好 可能會翻車 所以在電飯煲煮飯 起碼可以保證到 煮食是一個穩定的來源 這個一定會翻車 阿倫 你扮個女模特兒 現在只差一條女 這地步蠻好用 不錯不錯不錯 有這麼大的頭 才大這麼大的地步 當然啊 你對我最好的鋪長 我喜歡你 做什麼? 沒電了 沒電了? 對呀 飛這麼久 我們用完一段時間 我們現在正在充電 其實這個超級快充 超級快充 因為它是行業領先的快充技術 瑞浦一 就是一個小時左右 可以充到百分之八十的電 一個半小時左右 基本上都可以充得完 其他品牌 可能要到七個小時 才可以充得完 所以這個快充技術 已經申請了專利 比較厲害 當然各位用戶 汽車方面 都可以用點煙氣的地方 去盡能力的充電 或者太陽能板 用太陽能板 最理想的情況下 四個小時就可以完成了 茶也有了 火噴噴也有了 牛扒也有了 吃它 再次把薄膜拿來 沒集光 完全沒有時間 盡多薄膜 這炒我 魚大和牛蒜 無盡 黃麗 很好 中间的火很漂亮 哇,漂亮啊 还有旁边 哇,漂亮啊 其实可以了吧 鸡红鸡蛋放在这儿跳 各位朋友 我的牛肉肉很香 半循的,果香味和煙烘味 后面慢慢来 牛肉肉虽然不太贵 但有点香 纤维是相比较淡 阿伦,你可以试一试 很香 可以的 不行 可以,可以,这些调味也挺好吃 各位,刚才我们吃了这个蒸鸟扒 然后我们当然要试试烤的,这种东西 当然,说到烤的话,在我们广州 烧野界都有一个传奇,一定要有电源 但记住,我们使用电源,会来明火有一段距离 各位,你们知道,在我们广州,烧烤界 都有一个传奇的人物,就是风筒辉 它的特色是什么呢? 就是烤烤的时候,拿着风筒,这样烤 因为它可以帮助它控制这种火 所以我们也轻轻地致敬一下它 这个其实不是买风筒广告的 我们也是和这个电源合作的 现在出场的是牛肩甲 但是如果令它有风筒广告的 这个火的热力也会提升 因为空气流动 所以火会有氧气燃烧 所以会令到温度会升高 可以吃 先试试切一下 先试试 试试 哇,好吃 刚才煎的话 会比较硬 虽然中间的感觉不会很生 但吃起来的纤维是比较脆 比较脆 比较滑 好,吃吧 这个部位可能很好吃 但它的牛香味 可能不够刚才的部位那么香 但它的肉的质感真的不错 喜欢它的烟草味 嗯,果木的香味 果木烤牛扒 其实真的很好吃 就是这样的 我们要尝试 好,我们要尝试 我们要尝试 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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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我今晚真的想 尝试 尝试 我以前想早些下班 哈哈 但今天是第一次 就是不想不快下班 想吃完这些纤维 哈哈哈哈 起码吃完它 吃完它 再几碗 这个办法不错 嗯 嗯 哇 吃完它 吃完之后 你不可以这样 你不可以脱脚 在这里可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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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很飽 哦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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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出门在外,尤其是荒山夜嶺去露营,一台移动电源是非常重要的 突然出现你的手机突然没有电,甚至乎充电宝也是没有电的话 有可能会有很突发的情况,你才会觉得很久不需要用到这么大的移动电源 但偏偏那一刻,他会救你命 不熟悉这个品牌的人,可能不知道他有多厉害 但我告诉你,他的存在等于国外的大疆 那个领域当中的表表者,他的创始人也是在大疆走出来的 所以证明他们的出品,品质,一点都不差 坦白,Cambie的家就已经有一台了 深度用户,是吧? 当然,如果你们都喜欢看的话,可以多点评论,告诉我们 好吗?我们下次继续去到不同的地方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就带上整号电源去 好,这是品成记,不同平台,如何关注? 下次更新,大家就不会再说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